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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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 大家冷静一点 警察觉得邱局长已经广派人手追查凶手的下落了 消息很快 就会抓到他 阿成 阿棠 阿棠 阿仁 我们上筑香给外公好不好 好 阿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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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y 阿棠 阿棠 elect shell 指osten 那么好 又那么狠毒 放心吧 没事的 很快就会知道 他是不是真是军手 你照顾孩子等我回来 一定要小心 来 来 兄弟 我失败了 没有 嗯 啊 呀 你 天啊 坚成 你已经失踪五十六天了 要是你还活着 就快点回家吧 如果你死了 就报梦告诉我 究竟是不是 是那个人害死我 我们七省制药 准备出的三种药 是根据先父 留给我的祖传立方 而制造 其中包括 你告诉我 我老公现在在哪儿 海长在哪儿 金嫂 你别这样 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跟容大哥无关 告诉我 我老公现在在哪儿 海长在哪儿 监嫂啊 你怀着身孕 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 郑会长 你不用劝他 他这种人 怎么劝都不会听 今天我要在这么多人面前 把你骂起 大嫂 监城是你老公 但也是我的知心好友 我无亲无故 当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能够拿到七省全王 也是他帮我 是他鼓励我 我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他给过的 你以为我就不担心他吗 你以为这个世上 只有你一个人担心他吗 荣德 告诉我 我老公现在在哪儿 我老公现在在哪儿 排长在哪儿 你是监城的老婆 同时你也是几个孩子的妈 你现在像个疯婆子一样缠着我 也没有用 你看看你 不管自己怀着身孕 家里有那么多孩子你也不管 要是让建成看见 会怎么样 荣德 告诉我 我老公现在在哪儿 排长在哪儿 我老公他在哪儿啊 糟了 糟了 你两个孩子被人拐走了 你说什么 娘 我走到你们五百门口 看见阿丈跟阿唐跑出来 我问他们干什么 他们说等你回家 谁这样一扭头 就被一男一女抱走了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你要这么残忍 为什么你要骗我 我已经依照你的指示 向南面走了十几天了 为什么还没看见我两个儿子 你让我见见我两个儿子吧 你让我看见我 奸嫂 你不用担心 观音大师这支谦文说 只要你不断向南方寻找 自然会找到你两个儿子了 我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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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断向南方寻找 我的音乐 我开门 我开门 你不断向南方寻找 你不断向南方寻找 娘 娘 张叔 把人家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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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 还给我 阿棠 有没有事啊 没 阿张 请问 有没有看见一男一女 抱着一个孩子经过 没有啊 请问 有没有看见一男一女 抱着一个孩子经过 mia mia 阿将 阿将 阿��운 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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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拳不炼弓 到老一场功 阿广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没有受伤吧 没 没 师父 阿广啊 快到大有什么用啊 练弓不练拳 犹如瞎子开船 对不起 师父 二哥 你不是在开工吗 怎么上成这样啊 你们怎么了 娜娜娜 我们的好弟弟 刚才在百货公司门口 跟人家大打出手 我数过了 足足有四十多人呢 打得稀里哗啦的 他们打不过人家 被人家打成猪头啊 你还好意思说呢 刚才你为什么不帮忙啊 二哥 你来评评礼 阿和哥 阿家也算是自己人 他们被潮州帮欺负上鼻子了 抢光他们的生意 那作为自己人的我 是不是应该帮忙啊 说了多少次了 叫你不要没事老爷瞎管闲事 好了好了 别再说他了 先把他把手拖回去 是啊 先把手拖好再说 懒得管你 真没用啊你 书点药 烧了肿就没事了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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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脱臼是不是 谢谢一块半 你打破头 一块二 那连上次打架呢 一共三块 行了行了 我们跟大蛮牛是好朋友 顶多月底一次付亲 月底啊 也就是没钱了 那行啊 阿姨 把帮带拆掉 阿仁 把他的药膏全都刮下来 刮得干干净净 阿唐 你过来 打断他的手 昌舅舅啊 算了 这帮人啊 一大早打群架 代表什么呀 一包米都没扛过 还 还 还 哪没还给你啊 我跟你们说 月底要还清 要不然我去码头一个个把你们抓回来 我 行行 走走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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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服药呢 还 二哥 二哥 阿唐 把席子拿过来 我把招牌改一改 这间医馆别叫欧阳彪爹打武术馆了 改名叫欧阳彪大慈善堂嘛 那些徒弟 不交学费的你收 交不足学费的你也收 还有那些 为你借的也收 还有啊 难看爹打的可以挂账 你这是开创千何以你 坐下吧 瞧舅舅 我的事你别管啊 我才懒得理你呢 可是这间医馆 是我出钱才做得下去 不然的话 我敬仰你了大慈善家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了 最念亲情了 我从南亚回来的时候 带了十几条金条 什么不能做啊 开茶楼也行 开当铺也行 我干嘛这么念亲情啊 全投入到这间医馆上了 这间医馆 关门关我什么事啊 你父亲失了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昌舅舅啊 二哥有几年不是收了很多土地 赚了很多钱 难道你忘了吗 我 我没有交学费的 就是啊 是啊 就是做广东省拳王那几年嘛 现在他过时了 你知不知道啊 人家背后怎么叫你二哥 通天小教头啊 就是说他什么都会 只是不会赚钱 还有啊 他一天到晚 郭师傅 郭师傅 你跟我来啊 沈哥什么事啊 全大夫被人打得吐血了 阿易 拿药去 快 记得收钱 陈大夫 阿易 拿壶水来 陈大夫 你怎么样 沈哥说你被人打得吐血 我不是被人打得吐血 我是被人打掉了两颗牙 怎么会这样 最近呢 很多人叫我给他们治病 他们个个身体就哆里哆嗦 口腔溃烂 脸呢就红彤彤的 不知道的 以为他们脸色很好 其实他们是种水银毒啊 那我就追问他们 他们说是吃了七省这样 那个叫什么神威大力丸呢 神威大力丸 广州五大教徒联名推荐的 荣德花了好多钱去宣传的 是啊 我听很多人说过都在吃它 而且也很管用 管用归管用 吃的多了会有后遗症嘛 那我就叫那些病人不要吃了 哇 荣德父子俩这么凶啊 因为你这么说所以打你啊 喂 别人就不知道 顾师傅你没道理不知道 那个小恶霸 荣万俊 他带了几个手下来这儿 就像拆房子一样劈里啪啦 把我的医馆拆成这样 他说他们那个石木丸呢 肯定没问题 是我抹黑他们 所以小七天之内呢 要一个一个把那些病人 找回来替他们澄清 我当然不肯啦 他一听见我说不肯 就劈了啪啦 左一嘴巴右一嘴巴 你看 打掉了两颗牙 二哥怎么办 那父子俩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陈大夫 我们惹不起那帮恶霸的 不如这样吧 你意思意思的 替他们澄清一下就行了 你胡说什么 我十六岁就出来治病 我的职责就是救人嘛 替他们澄清那不是等于害人 顾叔老实说 我这副老骨头呢 就摆在这儿了 如果那对姓荣的父子 想来拆我的骨头 你叫他们来拆 陈大夫 就算你真是年纪大了 不怕他们 我还怕呢 你怎么会怕呢 我的病要靠你啊 那倒是 阿姨 你帮我约陈大夫那些病人出来 还有谁吃过那些药的 约他们爆满时分去大酸盐等 我跟陈大夫 替他们澄清一下 容少爷 看见你真好 我都担心你没空来喝茶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叫陈大夫帮你澄清吗 那我看有空 就跟陈大夫一起来帮你澄清了 来大三元澄清了 容少爷 我很了解你 你什么都要第一 要出风头 你放心 一会儿保证人多 吃过神威大力丸的 想吃神威大力丸的 已经出了事的 没出事的 就要快出事的 我把他们全部都叫出来了 一次帮你澄清一下 进来进来 进来 进来进来 进来 大家敬一敬 敬一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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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叫大家一起来呢 就是想帮容少爷澄清一下 最近谣传七省制药的神威大力丸有问题 哎 照我说哪有问题啊 他不止没问题 简直跟鲜丹一样 吃了 有病异病 没病防病 病夫变壮士 壮士变金刚 老人家返老还徒 浑身是尽 长命百岁 那临死之前跟快死的那些 吃了两粒会怎么样 马上起死回生啊 容少爷 你说多了没有 不是故事啊 我吃了大力丸十天八天 现在整张脸都红了 陈大夫还说 我可能住了水银毒啊 你别听那个老家估胡说 鸿光满面好啊 全靠神威大力丸哪 不是啊 我吃了大力丸以后 夜里老撒尿 你撒夜尿是因为你甚亏啊 与大力丸无关 不是 我吃了嘴里都破了 你嘴破是因为你多嘴 你再多嘴说神威大力丸有问题 不止嘴破 还会像这个老家伙一样 被人打掉牙齿 所以说 神威大力丸没有问题 大家跟我一起说 神威大力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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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威大力丸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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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威大力丸呱呱叫 神威 神威 神威大力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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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口气 看你的态度 难道神秘大理完真的有问题 是啊 那么多人上 我不是很害怕吗 大家看见了 我不是打架 我是自卫还击的 你是不是真的要打 晚上八点 关帝庙外空帝见 这是大三园 巴拉沙的地方 打坏那些捉衣怎么算 我们回去 好 是 八点见 回去了 走 不许走 晚上八点 我现在就给你了断 阿长 大家还记不记得 顾师傅强当当的外号 通天小教授吧 顾师傅 顾师傅 会不会坐这架飞机给我们坐 顾师傅连飞机都会坐 顾师傅 那大炮也会不会坐 你们听见了没有 顾师傅连大炮都会坐 这是个通天小舟头啊 好了好了 算我们不对 我们错了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你放过我二哥我好不好 是啊 顾师傅 大总统快要退位了 那你要会不会坐啊 怎么办啊 原来顾师傅连大总统都能坐啊 放手啊 放手啊 顾师傅连大总统 你不要太过飞啊 华队华队 你不要太过飞啊 有没有板车啊 佼佼 不用麻烦 我来送他一程 放下我二哥 快 快 放下我二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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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二哥 让开 让开 快点快点 上车 快 让开 让开啊 让开 让开 让开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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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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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你怎么样 二哥你怎么样 二哥起来 小心 小心 小心点二哥 等一等 这位先生应该是哮喘病发作 是啊 你别等一等 我是方便医院的医生 我有一些药可以帮他扩张气管 要不然他有机会窒息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你别拦着 我不信杨桂子的东西 不是啊 阿唐 我们中药讲究雾本培缘 可是效用快的是西药型的 二哥 不如试试吧 试试吧 试试吧 试试啊 来 二哥 药啊 不是喝的 你使劲点 把热情吸进肺里 使劲点 使劲点 对了 使劲点 怎么样 二哥 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二哥 二哥 有没有好一点 是不是好点了 这杨桂子的玩意儿还真灵 怪不得有人说 别打真快 我看你的哮喘病挺严重 这样好了 你跟我去医院拿个号 拿号 我赶着去拿命啊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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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着 我们神威大力丸一点问题都没有 全广州最出名的五大教头 都在把我们推销 你们不信 还信那个陈大夫跟那个通天小教头 通天小教头回来了 回来了 没事吧 真的没事 你想怎么样 我通天小教头 不只会坐飞机 会坐大炮 会坐大统统 还会做一件事 会什么 会打人啊 有点 带马鱼桃 救命啊 救命啊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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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当心他那招该把归藏 他下三路没队 把他上三路 别让他出内装这行了 三爷 我摸清楚他的权力 撑不了他 带马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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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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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九生你们两个了 少爷放心 我跟他比角力不跟他比拳头 他一定拿我们一辙 带马归头 怎么样 还说不出手 看得厉害啊 好啊 好啊 如万钧 你想不想试试我的带马归头 是啊 你过来试试啊 试试啊 试试啊 是啊 我只有一招嘛 凡我上三路不就行了 我下三路 就像你那些跟班 废人了 好 好 好 少爷比你啊 你随随他人当我啊 别配了疯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算这笔账 带马归头 陈大夫 你先给我回个地打馆 那个贱人不会就这么算数的 好啊 我跟你一起回去 顾师傅厉害 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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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赏脸 赏脸啊 献丑献丑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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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现场 现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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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真是娇儿不善 什么都学不好呢 就学会他外公年轻的时候 什么都要认地利 凡事强出头 说起他爹 都走了二十几年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阵子我老是想起他 他教排长那招 带马归曹的时候 那个样子啊 还真是挺神奇的 还真是挺神奇的 我们酒楼开单啊 看老板 是你常练台队 爹 你看 很多人来亲和你出师 欧阳师傅 你的师子特别精神 厉害厉害 过奖 过奖 怎么换了排长 他不行呢 爹 你放心吧 排长进步了很多 况且今天他老婆带了儿子来 看他五十头啊 上吧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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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你撑不住啊 上 队长 快点歇啊 来点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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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队长 你没事? 你没事吧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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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有人说 只有中错状元 没有改错外号的 这个寿笔猴叫什么外号 排长 你叫他扎个四平大马 他腿都哆嗦 你还叫他去武师采京 我跟你说 你要耍威风给你那个胖老婆看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你摔断了腰 也跟我无关 不过你别拿我们的金器招牌丢人现眼 我欧阳彪还要在广州多教几年拳 岳父 他是太紧张了才会一时失守的 他平时一直很用心学武的 那得看学什么武了 蹦擦擦蹦擦擦 那种扭腰武他也许还行 武功那个武啊 我就不敢说他一定行 不过也有办法 那你去菜市场买块豆腐回来 砸破他的头 下辈的也许能整宰 爹 你骂够了没有 你看骂的排长都哭了 受到这样的徒弟 我哭得比他还伤心 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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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岳父啊 师父 还站在这儿干嘛 一个个像块木头似的 还不进去练武 是 师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海长 我岳父就是这样 他骂你也是为你好 我明白了 师兄 师父 你说得对 我呢 真的不是练武的好材料 师父 谢谢你教了我那么多年 我走了 你老人家又好好保重啊 师父 多位师兄弟 好好保重 排长 排长 你要去哪儿啊 排长 你要去哪儿啊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走了 走 走 去哪儿啊 你真的想去寻那个蹦沙沙 我怕你不够潇洒 师父 我明白了 排长 你是个警察 你看看你 像块排骨一样 在这儿本事又学不了 我怕你以后运气不好 碰见个江阳大盗 我根本不用替你担心 你死定的 最麻烦呢 就是遇到两个小毛贼 你都招架不住 那 我来教你一招绝招 代马归曹 代马归曹 岳父 这招你没有教过我 你身体强壮不用学的 这招是专给那种人学的 哪像你这种没天分的 一胆二利三功夫 没一样行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只有出巧劲 在最短的时间里打派你的敌人 来 试试一拳打过来 师父 我来了啊 我用我的右手 拉住你的桥手 就像带着匹马回马槽一样 然后我就用我的左手 借力向上一拖 代马归丑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看见了吗 明白了 师父明白了 代马归曹 师父好 师父好 师父厉害 好 阿宝 是 师父 跟他试试 是 师父 来 走走走 拍照 我来了啊 哦 呆 呆马鬼操 你只有生你欠我有什么用 我叫你拖他胳膊肿 不是拖他嘎吱窝 再来 拍照 用心的 是 加油 加油 拍照 我再来啊 呆马鬼操 我的手啦 这个痛的脚啦 走了走了 真的突然救了 来 扶他出去 让我给他扶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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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小心点啊 带马归草 你小心伤了你哥哥知不知道 配你们这帮猴崽子气得啼笑皆非 外公 全靠你那招带马归草 喂 二哥 你真了不起啊 陈大夫 你不用坐立不安思前想后了 还是留下吧 我是怕你跟你娘老是吵架 你知道你娘拿着什么宗旨做人了 你不用管我娘拿着什么宗旨做人 就要紧呢 你拿着什么宗旨来做大夫 你真的不能走啊 你这次只是被人打掉两颗牙 下一次 我真是怕要拿两根咸水草 扎起你这副老骨头 那我哮喘的时候谁救我啊 吃了神威大理丸的病人谁救他们啊 还有啊 杏荣那对父子俩大言不惭 说大理丸没有问题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敢跑出来对着大家 说句公道话呀 好 这么一支是我坐定了 我替你的留在这儿 跟杏荣的父子斗到底 那才对嘛 怎么样 值不支持二哥跟陈大夫 二哥 你一句话 总之可以斗垮杏荣那家人的事 我大蛮牛第一个赞成 二哥 无论你有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那对父子啊 真是畜生 明知道大理丸有问题都不管 二哥 陈大夫 我支持你们 二哥 我绝对支持你 要不是杏荣的那个混蛋 我现在也是千金小姐了 清醒之药就是我们家的 我需要出去打工 消人家气 好 有你们的支持呢 二哥也绝不愁软 我们就跟杏荣那对父子斗到底 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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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出去 是 少爷 大少爷 什么事啊 什么事 现在个个都说神威大力丸吃坏人了 招牌快被人砸了 你怎么做大茶柜的 你怎么这么说啊大少爷 当天牛黄缺货 我问你 我说这个药呢先别做 你说这个药好赚 一定得做下去 我又跟你说 用熊黄来代替牛黄呢 吃得多一定会出事的 你没说后果这么严重吗 哎呀冤枉啊大少爷 我说清楚了我有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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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改用牛黄 贵点也用 大少爷 要不要打电报给大老板 叫他马上回来 当然不要了 他临走前把药厂交给我 搞出大麻烦 我搞不好 他以后都不会相信我了 不过你放心 我有办法让那个通天晓 跟陈大夫闭嘴 娘 知道你喜欢吃炒蛋 今天特别做给你吃的 你看多嫩 娘啊 那个绍兴卖药给我们的全书 最近身体好吗 她的大女儿嫁了没有 你没事做啊 不是啊 那你管那么多事啊 管那么多无聊的事干嘛 娘啊 陈大夫为了那些病人 才得罪姓如那父子俩的 我收留她在家里保护她 也要无聊事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纸张薄 人情更薄 江湖险 人心更险 你是不是知道陈大夫 是医者父母心吗 你是不是知道陈大夫 他为了医人 得罪了姓荣的那对父子 他有没有目的的 你知不知道 你根本不讲理 陈大夫帮我治哮喘 治了这么多年 他为人怎么样 我很清楚我不会看作人的 你听我说 众帝莫利 贤事莫礼 错不了 总之你要我 推陈大夫去送死 我做不出来 这件事我管定了 我不吃了 我出去了 大哥 大哥 你有什么资格管这件事啊 家里的事你管好了吗你 你爹失踪了二十几年 生死未捕 你找他回来没有 你大哥六岁就被拐走了 你有没有眉目啊 有没有线索啊 找到他回来了吗 还管人家的事情呢 你呀 大蛮牛 二十几岁了 有所好险 一事无成 老是顾着打架 你教好你弟弟了吗 二人你呀 验书不成三大害 文也不行 武也不行 你有没有替你弟弟想过出路啊 那我在百货公司的工作 还算不错的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你们舅舅跟我说了 如果吴冠生意继续这么差呢 他就准备不再坐下去了 卖给人家做茶楼 我们的家没底的 吃了上顿想下一顿 我除了会治病之外 你会那么点工夫之外 什么都不会 你是不是想我们一家大小做要饭的 你还有空管人家的事 娘 你要我怎么样 没怎么样 我希望你呢 马上带陈大夫走 就不要再管那些药 有问题没问题了 那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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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少给我在这儿演戏了 博取同情 我能生你出来 养得你这么大 你那几招 我还不知道 我不管了 我数三下 你就带陈大夫走 娘 你就别逼二哥了 是啊 娘 你看二哥那么难受 就别再逼他了 那你想我怎么样啊 娘 我只想你说一个字 你把三下改三天 我答应你三天之后 我一定解决这件事啊 娘 娘 我不懒得管你 喂喂喂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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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懒得管啊 大姐 我们回到那里找陈大夫 走 大姐 你不能那么走了 慢点 你可真是不像话 你别吵了 陈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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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来接住他吧 陈大夫 坐下 阿哥 阿哥 嘴唇都黑了 快点 快点 放心 我给他折一下就没事了 二哥 喂 阿哥 原来你装的 对啊 谁想吓死我们吗 陈大夫 我说我有绝招对付我娘的 这就是我的绝招 一过不了关我就 坏死了 阿堂 二哥 二哥 别凶事啊 二哥 二哥 你看 二哥 我服了 我写个符子给你们娘几个 我终于误出道理了 原来亲情是很重要 可是亲情不可以吃下肚子的吗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今天晚上回去点高枕头考虑清楚 会不会继续拿这个房子来出来陪你们几个家伙疯 常舅舅舅 会不会是因为我那件事害得你们家不能继续开武馆 陈大夫你放心 我外公外婆死在这被人谋杀的嘛 就是 全广州都知道了 哪还有人敢买这间铺都不吉利 要不这样 叫昌舅舅舅把房子租出去 让人卖寿板 开关子铺啊 好办法 好办法 昌舅舅 再买件白袍 坐藏官 三位一排 四位一列 请一步到陵前行礼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属谢礼 好 好 好 厉害 二哥 二哥 我给你们说 我不用等到晚上垫高枕头了 我现在已经决定 我正式向你们宣布 我马上去隔壁街找陈毕如签约 把这卖给他 做喜福店 你们一个个去路边 占华位子做要饭的嘛 哎 做什么喜福店呢 不如卖兽衣服啊 你这么想的呀 你还笑 回来你假装的 坐下吧 坐下 三位一排 四位一列 一鞠躬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我不跟你们疯了 家属谢礼 不用招了 走了 小小的厉害了 不不不不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一家大小都是疯子 来 插个酒 插个酒 徐会长带了五大师傅来找师傅 徐会长 五大师傅 走走走 倒茶倒茶 随便坐 随便坐 徐会长 什么事那么严重 要劳动你老人家的 这件事是这样的 相信你也记得 几个月前 我跟胡师傅他们 代表广州武术界 第七省制药那个 神威大力丸做过宣传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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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师傅那些海报 贴得满界都是 真是威风 真是威风 但是你那个顾师傅 跟那个什么陈大夫 无凭无据 他到处跟人家说 神威大力丸会吃坏人 他们这么做 不止重伤七省制药 也间接重伤我们五大师傅 重伤我们全广州武术界 阿湖师傅 你那么大帽子扣下来 你们五位师傅的名气 响当当 我这间小武馆 困口饭吃吗 怎么敢重伤你们呢 阿昌 我们来 是想见见顾师傅 跟陈大夫的 我想问问他们 为什么要重伤 我们广州武术界 如果他不能给我们 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以广州武术总会会长的身份宣布 把你们武馆除名 这这这什么意思 就是不可以在广州社馆授徒 和看跌打 陈大夫 怎么这次二哥这么严重啊 完蛋了 完蛋了 这次真完蛋了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 昌舅舅 伯术总会跟五大师傅 来找你麻烦 说要除你名 打你爹 拆你招牌 还不怪他出去侦察任色磕头求饶 二哥现在笑喘发作 怎么出去啊 你这个臭小子 快出名了 还在这儿装哮喘 他真的笑喘啊 二哥真的笑喘发作啊 我管他真笑喘 还是假笑喘 出去摆兵这些事 喂 喂 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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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啊 二哥真是笑喘 你看清楚了 他嘴唇都黑了 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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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嫌自己鼻子太高了 想我一圈打背你鼻子 无管生死存亡的时候 我必须要背他出去 放手啊 放手啊 你干什么 住手 住手啊 大哥 我去方便医院 拿了药物给你 快点用热水清点闻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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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故乡 寂愿此朝风格是凉 人在远方是没有祸尘 也许今天风雨未灭 也许身边兵方马血 总算心里血脉应相恋 长河清水再流 我的爱永不忧 寒言总再醉透 夜里 知道现在围省的观众都要留家抗疫 希望你们能够再忍耐一下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升疫情 抗疫期间如果你怕留在家太闷了 还有我们一一陪着你 澳洲TVB Anywhere与你逆境同行 TVB Anywhere 澳洲专享激赏大集合 全国订购TVB Anywhere 的新客户 都可享有多重折扣优惠 现在还送你专享超值折扣的 Frequent Value 电子会值 超过4500项优惠 涵盖超市 油站 药房 电子产品 餐厅及一切生活所需 即刻联络TV Media Australia 了解更多优惠详情